知道后翼的最强出装吗 先看一下这局比赛 刚开局后翼就来到了对面的野区 看见了对面的钟葵 后翼不慌不忙 直接下出了闪现 回头就来了一个二技能 奈何还是被钟葵勾到 不过这个后翼好像不怕这些人 面对对面的射手也是不慌 直接几个普通攻击给拿下了 回头中路又来了一个人 二技能先砸了一下 随后大招直接普通攻击 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 杨宇环直接半血就没了 这边猴子过来敲后翼 奈何还是没能把他敲死 我的天哪他前期就拿了一个四连抄盆 事情是这样子的兄弟们 这是粉丝推荐给我的视频 说他是领悟了S30赛季 后翼最强的出装和名玩 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同时还发送过来了这个实战的视频 让我看一下效果 我看了一下 果然哪兄弟们 不能说这套出装是非常的厉害 简直是强到天际了 当然视频远远没有这样结束 更夸张的还在后面呢兄弟们 稍后还会公布出装和名玩 后翼推到二塔的时候 他已经发现他被包围了 但是现在后翼的常态 你没看哪 几个普通攻击就是一个人 三下五除二 直接拿了一个三连角色 随后用大招打中了孙悟空 一个普通攻击就直接爆发了 2070的暴击 我的天哪 后面还有这个狂铁 闪现过来想打他 但是你只用了两个普通攻击 就五连角色拿下了狂铁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鬼出装啊 这么强的吗 后面后翼就直接冲向了敌人的高地 面对敌人的围攻啊 他丝毫的没有躲闪 直接越爬墙杀 搞得对面的水晶都无语了 猴子过来还没敲出来 一棒他就没了 我估计这个猴子呀 他也是非常的郁闷 还有这个狂铁 又一次过来打了他一棍 这一棍打在后翼的身上 简直是没伤害一样 兄弟们 回头一看 后翼又拿了一个四连超凡 现在后翼的战绩 已经来到了28-1 我的天哪 对面还没复活 他就直接拿下了比赛 下面我就公布一下 这套除装和冥丸 兄弟们 你们先看着 我先拿去上分了 兄弟们 有个人